那我們就歡迎林元如的演講 他是做高能物理相關方面的 好 那歡迎他 謝謝 OK 好 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先承認一件事情 就是我以為時間是明天 所以我偷影片只有寫大綱 對 沒關係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身份是現在台大的博士生 在台大的高能實驗的物理組這樣 對 那 我今年九月的時候會去美國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 當他們那邊的博士生 對 就有跟認識的教授談好了這樣 好 OK 那我想先問一下剛才那個月華問過觀眾的問題 就是大家來聽這張演講 是因為想要聽Julia還是想要聽物理 是不是 剛剛是有說想聽物理方面的分析嗎 是嗎 是嗎 OK 大家是想聽很general的物理方面的分析 還是想聽很 特別偏高能方面的分析 怎麼了嗎 對 呃 不是現在是Zoom 就在這邊接Zoom 接 Zoom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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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大家是有聽過什麼是高能物理的這件事情嗎 沒有 OK 好 那我可以大概講解一下用這邊的 這邊的黑板 大家應該都有修過比較基礎的Week 對 這樣可能不知道 好 等他一下 OK OK 欸有了 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一個 電子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是一個 直子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 好 那Zoom是怎麼發現電子的 還記得嗎 不是 不是 我說的是在還不知道電子是一個例子之前 湯姆生 湯姆生 湯姆生他拿了一個 十字型的金屬嗎 然後把加熱到很高很高的溫度 然後再加了一個磁場 那電子 他如果是一個例子 那如果他出來的時候 他有電性 在磁場的干擾下面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會轉彎 那如果我今天有一個屏幕 他會接收到電子 然後會顯示出他達到的痕跡的話 如果他真的轉彎了 那我們就會在這邊看到一個 往下面的一個十字 對吧 這就是湯姆生發現說 我們有一個例子 然後是有帶電的 這個特性存在 對 那這是在19多少年的事情 OK 那他也為了因為這件事情 拿到諾貝爾獎 那在這之後呢 誰發現了這個 直子 拉賽夫 還記得吧 拉賽夫他做了什麼事情 OK 他拿了 一個叫做alpha 他其實是兩個直子跟兩個中子 組成的一個例子 他拿alpha去打了金箔嘛 金箔時間大家還記得嗎 對 那當他發現他打了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他在周圍圍了一個屏幕 然後讓他反射 然後他發現說 這些alpha粒子 有一些會直接穿過去嘛 但有一些會出現大角度的偏離 對吧 那你要怎麼解釋說 一個帶電粒子 突然出現一個非常大角度的偏離 對 有一個帶有鎮電的粒子 應該說有很多個帶有鎮電的粒子 存在在這個原子核裡面 所以他想說這裡面一定有一些 帶電核的粒子存在 那他就這樣 假設說這個東西是一個直子這樣 好 那大家的科學常識應該都停在這邊 電子還有直子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就可以組成很多 任何一個我們學到的化學分子 化學元素 沒有元素的話就可以組成分子 OK 所以大家的想法應該 目前的技術應該都停留在 Electron跟Proton這邊 那 但這是在19 10幾年的時候的科學家的知識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2022幾年了 對吧 所以這中間有100年的差距 那科學家這中間其實發現了更多的例子 像是在 對 一樣是在19 20世紀初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一個 K的例子 他們怎麼發現這個例子呢 因為 K還有Mu 他們發現這個例子是因為他們都很容易出現在宇宙射線裡面 所以他就發現說 怎麼從宇宙來的情況下 有一大堆的例子會騙著 OK 那他就發現說這些東西是 照這樣子的排列組成的 Electron有比較重的兩個姐妹叫做Mu王跟Tau 然後大家發現說子子其實是由 然後 垮克組成的 U D SC 還有 D T OK 好 但是物理學家是怎麼發現這些事情的呢 他們是去檢查每一個事件裡面 在經由粒子對撞之後的 然後產生出來的很多條Track 因為這些都是帶電粒子 好嗎 然後這些帶電粒子會有一些質量可以去計算 然後他們最後發現說有一些地方的質量特別的高 然後這就是質量的頻補 然後他就發現說奇怪怎麼在某些地方 像是3.1Gb的地方 Gb只是單位齁 有一個特別高的凸齊 那這個凸齊要怎麼解釋呢 就代表這個解釋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 世界上有一個3.1Gb這麼重的粒子 然後它被我們的對撞機給產生出來之後被我們量測到 所以我們在做這種物理分析的時候 然後其實都是用統計的方法去看出一個 我們叫做有統計顯著性的訊號 OK 然後這就會 需要我們花很多的時間來做一些統計上的分析 那我現在就 直接在這邊做給各位看 等一下 然後當我們在處理這些資料分析的時候 然後其實最大的使用案例都是在其他組織的computing center裡面 因為在那邊才有足夠的計算資源還有資料 在那邊可以被我們分析 像我現在在的機器就是在日本的高能實驗的研究機構裡面的機器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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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配備 電腦配備 N PROC 有80個CPU 但就還好 就這樣 GPU 這邊沒有特別裝GPU 如果是GPU的話 要實驗室 騙得老師自己買 對 OK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應該是每一個 高能實驗的學生在進來之後 第一件事要學的 就是要用一個叫 ROOT的東西 OK 然後先跟著要簡介一下 什麼是ROOT 你可以想像說 它是最早期最早期最早期的 資料分析套件 OK 然後它經過了好幾十年的更迭 現在是一個 非常大 但是也很難學的一個分析套件 那開起來的樣子的話會像這樣 那開起來的樣子的話會像這樣 這也在DEMO的範圍之一 就是當你要用 Shell screw的時候 然後你的檔案有很多的時候 它會卡 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進來ROOT的畫面之後 我們發現說 裡面有一條 有一個Tree 那如果我要畫圖的話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開始計時 大概要 好我不確定這邊的網路速度 OK讚 這就是我剛才說 大家發現粒子的時候會看到的東西 好 他們把一堆的帶電粒子 給計算 用一些公式計算出他們的質量 然後他們發現在1.15的地方 有一個凸起 要怎麼解釋這個凸起 你就只能解釋說 是有一個粒子 它有這麼重 然後被我們看到這樣子 那這邊的 Y軸是四件數 所以它是一個脂肪圖 OK 那大家可以 回憶想一下 我剛打環指定之後 到現在花多少時間 大概是 有 中間有5到6秒的停頓 但是為什麼呢 那是因為 在 這台 我現在連到 K1K的伺服器 就是日本那邊的伺服器 要先畫完圖之後 然後再把它傳送到 我現在這台電腦上 所以它會把 這一些 這個圖 存下來之後 然後送到這邊 再被我開起來 OK 但這個速度其實是 對於你想要看結果的話 有點不太 讓人不太滿意的速度的 所以大家其實在 處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有些直接做 有些很 突爆的做法 就是把檔案都 SCP回來 或者是把 圖存在這一邊 然後再SCP回來 那這其實對 分析資料來說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對 你當然可以說我可以用 Jupyter Notebook 但 Jupyter Notebook 會有它的一些問題 這樣子 那如果是Juvia的話 因為大家應該都對Juvia 有點認識了 所以我就 直接 寫了 OK 對 我要在這邊用 我要在這邊用 對 我現在回到我自己家的 電腦裡面 然後我用 開一個 Termin 等一下 讓我進度 然後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嗯 用Distributor的這個套件 然後直接在用 SSH Manager 在那台 剛才看到的機器上面 開一個process 到Juvia 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我直接include它之後 它要花點時間去連接到 嗯 日本那邊的伺服器 OK 然後當你include完 嗯 我在 我在 這台 嗯 電腦上 還有 日本那邊的伺服器 都各放一個init.jl OK 然後當我用Everywhere的時候 我就會可以把這些 呃 在兩邊的process 都include進這個init.jl 這個檔案 and and 然後它是一些非常基礎的 呃 畫圖的 參數的設置 還有一些我會用到的function 那這些function 都沒有一些dependency 它就只是很單純的 數字的比較 才幫助我去 filter出我選用的事件 這樣子 OK 好 跑完了 那當我 呃 在這邊的電腦 跟那邊的電腦 都 設置出 都設置出我想要的環境 還有定義出 我想要的變數之後 我就可以用 remote code 這個function 然後 因為我的這裡面要放的是 就是剛才那個process在現在的 呃 distributor裡面的那個 參數 所以我要放2 OK 然後丟給它一個function 那在 Juia裡面 有人已經寫出了 可以pause我剛才那個用root開的檔案 的套件 OK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剛才那個檔案是用 這個root的分析框架 輸出出來的 所以它 理所當然就是 只為了這個框架設計的 OK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避開使用這個 很肥大的框架的話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人 用Juia 去把 裡面要怎麼pause 他的digit 這件事情給 寫出來 那當你寫完這個套件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管這個root 套件 它就只是一個 資料格式而已 OK 那這個 套件在 就在裡面叫onroot onroot的意思就是 不要root 這樣 對 這群名學得不錯 好 那我們在這邊用onroot 去開 剛才看到的這個 等一下讓我 讓我作弊一下 好 always 有 你 有 你有 你 有 是 是 是 随便拿一个 OK 那有了这个trade之后 我就可以去直接access它的key 它的一个variable是m 然后它会丢给我一个vector 那这个vector因为它是JUIA里面最基本的 资料格式之一嘛 所以它可以直接被其他的套件给用 使用像是什么 像是大家应该都有用过的plus.jl OK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fancy的histogram的 函式可以让我把 刚才这些资料的直方图给画出来 1.1.1.0 那我要去设定它的 bin的大小 画出来之后 因为这是一个 function 然后这个function的最后的结果 会是这个step的结果 return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会是一个plots plus.plot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會經由SSH傳回到這邊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 它在日本那邊的伺服器還沒有變成圖 而是一個PlusNGL的物件 這就代表說它可以傳輸的更快 因為它的答案更小 所以我這樣寫完之後 對 它要CompilerDance一陣子 NoSuchFile NoSuch Data 代表說我可以畫出跟剛才一樣的圖 但是用更少的Latency 然後剛才有CompilerDance 所以我再跑一次 它應該感覺出來剛剛Latency的差異 對 好 所以 呃 另外一件事情是 因為這些資料全都是Julia最底層的這些資料 所以 我可以用 任何 任何 別人設計出來的套件 它還是 它一樣可以被拿來用在高能實驗的物理分析上 而不是如樣一個 很肥大很肥大的 呃 物理學 物理學家寫的code OK 那這個好處是在於說 呃 嗯 現在的 嗯 物理學界可能很需要使用的是 Machine Learning相關的 呃 套件 像是Pytorch或 TensorFlow 就是你不會的話應該做不出任何研究 OK 但Pytorch跟 呃 TensorFlow的問題在於說 如果你要分析資料的時候 你會用的是Python 但是你把ModelChain出來之後 然後真的要用在你自己的分析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 嗯 寫成是C++裡面的某一個 環節這樣子 你需要用它的C++的API 然後去把它Model存在一個地方 然後 在C++裡面把它漏進來 那這會造成在開發上面的一些困擾 因為 呃 有的時候你把一個結果寫出來了 跟你要 真正讓這個結果去跑所有的資料 這中間的落差是非常大的 因為你要把它從頭到尾 Transpell成C++ 不是Transpell Translate 成C++ OK 那這件事情會 呃 有個困擾 因為 當你在Translate成C++的時候 你在乎的是它的 語語 呃 語法結構 所以你只會想說 我要怎麼把它變成C++ 然後Compiler 不要告訴我 我出錯了這樣子 但 如果你今天是在寫GLAB的時候 你做的事情是 就是把一個比較 比較naive的 呃 算法 給修改成是更 能夠讓CPU幫你做更好的工作的算法 所以你在思考的事情會是說 我的資料哪邊可能不應該先有一個Temporary的結構 或者是你在哪邊不應該Loop一個東西這樣子 你的腦袋裡面想的東西是 怎麼讓我的演算法更有效率 而不是怎麼讓Compiler的Error變少 And this is the important things OK 那我本來想講一些statistical的東西 但是 突然想到 這好像 突然 錄片好像有點難 對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這個 又叫RootFit的套件 它是在root算是底下 然後是用來負責 統計上面的分析的 套件 所以它 可以讓人定義出我想要用的PDF 然後可以把這些PDF用來定義出 用來fix在我定義的資料上面 所以它可以有一個 做maximal likelihood estimation的 非常方便的API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CDRG上面它要做到這麼高階的事情 會需要定義非常 非常難以鑽進去的資料結構 像這個root.real.val 它的 對應到的概念是 數學上面的實數 OK 那 對於每一個PDF 它也會有一個 對應到class 那這些class 當然就繼承了一個 非常抽象的 object 叫什麼 root distribution 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壞處就在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自己有一個 Distribution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看懂 它裡面到底是怎麼去繼承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寫出來 然後把它寫出來 那這會讓你在做分析的時候 有點麻煩 原因是因為 呃 當你要從User變成 Developer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付出的辛勞太多了 OK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Julia的Developer 然後你今天想要 用Distribution 這個 跟Rufi類似的套件 這個跟Rufi類似的套件 然後你發現說 喔這個Normal好像 它是一個Unit的 Standard Gaussian 那你今天看懂說 它要得到PDF的資料 這樣做了之後 你就會想說 嗯那我今天 想要看一下它怎麼實作的 你就只需要用這個 Add to edit的Macro 那它就會帶領你到 真正Source Code的地方 那 你當一開始看的時候 會有點猛煞煞 但是 你只要知道說 這些東西 它其實都是可以讓你在裡面 然後去尋找說 噢它可能裡面用的東西是 正網 施作的 那你就可以在 Source File裡面跳來跳去 而且當你看 看到 它裡面是怎麼做的之後 你可以直接 退回到Rufi裡面 然後 用它裡面定義的Function去跑 呃 這個PDF裡面會有的結果 其實就是讓你很方便的去拆解 Function Body是怎麼運作的這樣子 那這跟 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 點進去看 然後再點進去看這個 header 發現你根本看不懂 它在寫什麼 是 不太一樣的 OK 好 這時間是不是差不多 OK 好 那 嗯 對 今天就講一個非常大概的 GVR在資料分析上面的 跟 一般現在物理學界的 用法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樣子 那還有一件事情是 就是 現在在 呃 高能時間的分析裡面 已經有很多人在提倡說 要用Julia來取代這個很傳統的root 這分析的方法 對 超級新的 然後 嗯 對 我還沒有 還沒有放上去 不過裡面有 endorser 對 endorser 對 endorser在 嗯 等一下 呃 對 然後 這邊版本還沒有我的名字 但是 下一版本會有 那如果大家想要支持一下的話 你可以去照顧看這個 paper 然後 去加入這 endorsement的行列 這樣 OK 好 so that's it thanks OK 那我們謝謝余仁如的報告這樣子 好 我們應該可以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關於那個 數值的精準度的部分 我不知道在Julia上面 呃相較於其他語言 還有一些更高的幫助嗎 因為我不知道高能物理上面 是不是需要很高的數值的精準度 呃沒有 對 因為 呃 精準度的話 double就 就很夠了 而且其實在偵測器的那個level 他是硬體嘛 所以他沒辦法 去花太多的 呃空間去儲存一個數值 比方說我今天有一個 呃 怎麼講 我今天有一個 呃 電腦的專 呃 Digital的過程 那他可能 精準度就是1024 對吧 所以你其實在把它 呃 double變成更大的數字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他底層的結構的精準度就已經沒有很高了 對 我們的精準度 他所謂的精準度其實是用統計量去堆積出來的 對 然後還有 呃 背景的強造 那個才是我們在乎的 呃 sensitivity 而不是數值方面的精準這樣子 那 如果是數值方面精準的話應該 還是那些在研究指數的人在關注的事情 對 喔 還有 還有問題嗎 還有 還有人有問題嗎 OK 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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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問題 等我看一下 呃 你剛剛說的第一個前提是 Python有很多package right 那這件事情是 對的 因為你有提到Pytorch Pytorch 呃 呃 這兩件事情有點不太一樣 我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Python有很多 呃 projects 對 嗯 嗯 那我想提到一個點就是Python有太多projects 對 因為在開發Python的套件的時候 呃 通常你沒辦法去 延伸另外一個clad 套件的物件 所以當你要寫的時候 你一定是把它包在一個 你自己定義出來的class裡面 它是一個rapper OK 那當你有這樣的rapper的時候 呃 你不太可能做很多層這種rapper 所以 大概就是個型奇正 然後去定義出自己要的 啊 class 然後for自己要的那個purpose 就變成很容易很多人做出了很多的套件 那些套件可能 彼此之間的共同點很少 但是他們又不能夠 合作 這樣子 OK 所以就會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Python的projects 出來 但是大家就沒辦法整合自己 大家的開發力量這樣子 那另外你說那個Pykerch跟TensorFlow 呃 那是一個問題 那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呃當然他們那邊的開發的資源會多很多 因為他們要公司的支持 但Julia也有類似的 套件在 只是就沒有那麼多的呃 開發資源這樣子 那最好的最好的切法 當然就是用這個Python 呃Julia的 Machine Learning的套件 然後跟其他Julia的套件可以整合起來 那最後就是當然就用Julia的各自開發的套件 但是他們都可以 呃這叫interrupt interruptability 有更好的interruptability 這樣 對 那這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呃 這個Python的project很多是一個問題 因為 當你在寫 學界的proposal的時候 你可能會很希望最後的結果有一個 在什麼JOSS這種期刊 的一篇paper 然後是說你做了哪一些的套件嗎 那聽起來就很fancy 因為你有一個套件 你有很 你有多少star 你有多少fork 這樣子 但 這件事情其實對 呃 整合開發力量來說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想要有自己的套件 然後大家都不會想要去看懂 別人在寫什麼 大家不會想要去 呃 一起come up 出一個 對其他人來說更好用的套件這樣 就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但現在 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再問一個 就是你剛才那個ROOTS 我看你網頁上他是用C++寫的 對 所以ROOTS的效能瓶頸 不是在他C++寫的程式不好 是在他要從原端的伺服器草開嗎 嗯 他沒有 他沒有 他在 嚴格地上的效能瓶頸來說 應該不存在 因為他就是C++嘛 然後他也有提供Python的interface 所以他其實在開發的時候 要真的寫的很簡單 也可以寫的很簡單 因為他可以 他用他寫Python就可以 但問題在於說 嗯 如果你今天要用multi-thread 的話 你就不能夠用Python的 呃 去跑他 所以你就必須要回頭用C++去translate Again 就是 但你要把Python寫好的東西 translate成C++的時候 那個 呃 花費的心力會很大 這樣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他 每個用過的 他的人都覺得很難用 對 因為他把各種抽象的概念都 包起來 然後就跟你說 你就這樣寫這樣寫就好了 但其實 呃 那根直接告訴我說 我的CPU裡面有哪些 Double 哪些flow 只差很大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寫會覺得 的話應該感覺出來 就是我真的就只需要想說 CPU裡面有哪些flow 哪些 Double 那有Struck的話沒關係 你就是 從Struck去看說他怎麼 切分他的 呃 Members這樣子 去怎麼Access他Member OK 好 謝謝 好那我們謝謝圓如的 分享 要換場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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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